您好,这里是张莲视野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压台湾 尤其在世界各国投以重金 主要是通过金钱美色来收买当地的政要 让这个国家跟中共建交,跟台湾断交 最新的一个国家就是所罗门群岛 2019年的时候中共派遣了大量的特工 对当地的政治领导人,当地的政客 一直不坚定的一些家伙进行收买 最终导致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 持续了数十年的外交关系 转而与中共建交 但是这件事情却引起了该国最主要的一个岛屿 民众的不满 这些民众一直认为台湾是一个正义的国家 而中共则是邪恶的象征 最终这个岛屿也就是马来塔岛的人民 开始抗争 而且近日抗争日益激烈 大量的马来塔人乘船 前往这个所罗门群岛这个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这个 刮达尔塔纳岛 进行抗议活动 而且呢 抗议活动呢 日趋激烈 愤怒的这个马来塔人呢 开始纵火 这个粉烧中国城 因为最近这些年来呢 其实中国呢 有大量的人到那里去投资 中国搞什么 一带一路建设 而这刮达卡纳尔岛呢 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也许很多人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军跟日军的海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战役 所以说呢 中共呢 认为如果能够占领这个刮达卡纳尔岛 或者说呢 控制当地的军事设施 那么呢 就可以威胁澳大利亚 所以说呢 中共在这个岛国呢 投入了大量的金钱 据最新的这个报道呢 烈火正在这个 岛国的这个唐人街上燃烧 至少有15栋华人的建筑 也就是中国人的建筑被烧毁 另外附近呢 还有10栋中国人的建筑 也遭到崩毁 这显示呢 这个事态非常严重 从视频里我也能够看到 这个该国的居民都在愤怒地冲击 中国城 中国城里面的那些居民呢 都惊慌失措 在那拼命地喊叫 目前呢 中国国内的这个网军呢 已经开始猛烈攻击台湾 说台湾的这个谍报机构呢 也就是台湾军情局 是这次这个 所罗门群岛暴乱的这个幕后黑手 认为是他们在幕后操纵 雇佣了一些暴徒 在攻击这个所罗门群岛的唐人间 唐人间那个所罗门群岛呢 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总共只有800名警察为止秩序 但是呢 这么少的人显然无法应对 一个72万人口的国家 这个当有人进行这个抗议示威 所以说呢 试图制止这个人民愤怒的 这个攻打这个唐人间的这个行为 这个警察呢 也遭到了攻击 有一个警察局已经被烧毁 现在抗议者呢 认为该国的这个总理呢 应该迅速辞职 这个总理名叫梅纳西 说加瓦雷 正是他在2019年 跟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 跟中共建立外交关系 此举呢 激怒了很多人 所以最近两年来呢 这个国家呢 日益取向分裂 所以你们看 这个中国的内部的这种斗争 也就是说呢 或者说呢 中国跟台湾的这种斗争 延烧到海外 以至于海外的这个华人 都不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因为毫无疑问 这个所罗门群岛的唐人杰 遭受攻击的时候 那些攻击者 那些抗议者 他肯定分不清楚 哪个大院子是中国人 哪个大院子是台湾人 反正呢 他们只要有人 对那个某个大院子说 这里面的都是一些邪恶的家伙 应该受到攻击 他们应该被烧死 那么呢 大家就一拥而上的 有人往里面投十块 有人就在那往这个院子 能够点燃的地方 中火 或者点着了火把 就往里面扔 总而言之呢 正是中共的 这个想要这个 征服台湾 打压台湾的这种野心 导致了这些灾难 事实上呢 中国呢 跟这个台湾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 这种外交战呢 这只是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的 索罗门群岛 只是一个例子 在海地 在世界上 很多很多的国家 都造成了 严重的这个 这个灾难 而索罗门群岛呢 现在呢 则撕开了这么一个大幕 也就是说呢 中国跟台湾 在海外的这个 这个 这种对抗 正在呢 造成 可能有可能造成 很多人的伤亡 目前呢 这个索罗门群岛的政府呢 已经没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 不得不向 澳大利亚政府求救 据澳大利亚方面 这个的综合消息呢 目前 澳大利亚政府 已经决定 派出军警 前往这个 索罗门群岛 为止自绝 但是呢 这个澳大利亚政府的 发言人说呢 他们 只是维护 这个国家的 基本的 这个安宁 或者说呢 保护这个国家 不是外来势力的 入侵 他们不能够到街头去 维持秩序 因为呢 实际上澳大利亚 当然是站在 马来塔人一边 站在这个 就是 抗议者一边 站在那些 主张与台湾建交的 那些人的一边 所以呢 目前呢 这个事态呢 还在进行当中 应该这样说 在这场这个斗争 这个结束之后呢 可以想见 索罗门群岛呢 可能要与中共 这个断交 要回到 这个正常的 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 重新恢复 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最近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各国呢 都在加强 与台湾的关系 比如说 这个立陶宛 设立了 允许台湾 在他们的国家 设立台湾办事处 而这个荷兰呢 支持呢 这个台湾 加入国际巡警组织 而美国呢 也在 从各个角度 支持台湾 成为一个国家 比如说 拜登政府 就邀请台湾呢 参与这个 国际民主国家峰会 这都是 在暗示 或者说 在推动 台湾的正常化 而爆发在 这个所罗门群岛的 这场 这个中国势力 跟这个台湾 这个影响力 的冲突呢 讲会呢 使这个世界呢 不得不 站在一个 十字路口 那就是 究竟是选择 跟台湾建交 还是跟 中共继续维持 外交关系 或者说呢 这个世界呢 将只能够 在台湾和中国 选择一个 这个更 可以信赖的伙伴 不能够 再像过去那样 再按照 中共的要求 承认什么 中国是唯一的 这个国家 什么台湾是中国 什么神神不可侵犯的 一部分 那统统都是扯淡 台湾的独立呢 将会受到 这个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支持 这次 我们就看了